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樣子的留言呢? 如果看過的話,不知道有沒有好奇是什麼呢? 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了,因為那幾年前已經有人玩過的東西 不過我發現最近好像多了人玩 所以我這次也分享給大家聽 這件事其實叫做螞蟻紋 大家看到的樣子都可能猜到 好像很多螞蟻在字上 我想有密集工具證人已經離開了這條片 另外有些人都會叫這種叫做菊花紋 我這樣都不用解釋了吧 這些符號本身是 叫做司拉夫人這個族群 是用的一些數字字符 我不是說家裡的家庭主婦 不是那些司拉 是真是司拉夫人 應該是歐洲族群的統稱 而司拉夫語就是他們說的語言 也有些俄羅斯人都會說這種語言 而司拉夫人所用的數字叫做西里爾數字 而大家看到的這些螞蟻紋裡面所用的符號 也是西里爾數字裡面所用的字符 而它本身的作用就是 搭在西里爾數字上用的 大家看到這個表就知道了 我們平時學愛的阿拉伯數字 只有0至9 一共只有10個樣子 但是看到這個西里爾數字 真是厲害了 你看到這麼多數字 它很有趣的 它沒有0 由1至9 然後10 20 30 各自都有數字 100 200 300 等等這些數字全部都是讀 讀 現在這兩個字很敏感 所以要分開講 直至到1000 才真正用一些輔助致符 這些輔助致符 是用在西里爾的數字之上 例如你看到西里爾數字的3 然後加這個符號 就變成30萬 西里爾數字的9 好 加一堆我們用開的螞蟻文 這個螞蟻呢 搭上去就是9分下的意思 幸好現代人都不需要用這些數字 講到這裡 有過半數的人已經睡著了 先起身 這些字是怎樣打的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電腦手機都做到的 就是去一些螞蟻文的產生器 你在裡面就打回理想打的字 它就會把你本身打的字 就加了一堆螞蟻 那你就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貼上理想貼的地方 難小的方法就是 大家如果知道電腦 它每一個字都有一個叫做 字緣代碼的東西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可以去Google的search engine 然後你就可以打這個 AND頂 然後一堆數字 分號 那堆數字就是那個代碼 例如 我們在用的螞蟻文 這個螞蟻符號 就是1160 和1161 你不想複製貼上的話 這也是一種方法去打 其他更多的符號 例如可能大家有些人都會見過 一些人 或者在留言區 只是給你打一行字 但是它的符號 也不知為何可以向上飛 或者向下發發展 其實它也是用了這些方法 它就是打了一個字 然後用這些叫做 輔助資源 不停地重複在那裡 就會看到各個東西 都會向上發發 就是這樣玩而已 最後都是一輪提示 這些都是玩一下 在玩的場合就算了 不要用在正經的地方 要不然 發生了什麼的後果 就師傅了 甚至更多資源的代碼 就可以看回這個網站 因為網站已經放了影片陳述 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再見 再見 如果你打這串 就會出現這個字 這裡真的很有古代文字的感覺 進去